聖文, 早晨 早晨 葉師傅, 早晨 聖婆哥,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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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他們嗎 二汶 早晨 這個肯定不認識 老闆 我不是老闆 我是這裡的管事 有什麼需要? 要幫朋友買點藥 入藥財務當然是買藥 小孩子 去魚山去魚高 哪人見效快點? 怎麼了?他受傷嗎? 為什麼他受傷? 打架嗎? 當然是打架 被誰打? 是我打傷他的 那又說是你的朋友 打完架就變成朋友 那你為什麼要打他? 老闆, 不如 不如你帶他來 帶他來敷藥 敷藥? 帶他來, 讓我多打他 讓他以後不要說 我們中國人是猜疑 你怎麼知道? 你也要跟學生說 現在的街坊 個個都知道你的名字 叫做業文 你就威了 小孩子 你學榮春嗎? 榮春正宗 佛山讚先生 第二代傳人 聽你這麼說 你是找前華的童仔 是呀 我還以為甚麼是靜宗 以為你跟五枚書大學 學了多久? 尋求學月未? 標誌也學過未? 老闆 你也學過榮春嗎? 第一 我說過我不是老闆 我是這裡的管事 第二 我是學榮春的 但不知道是否靜宗 有興趣玩兩下? 下次吧 下次就沒時間了 就是現在來 不要了吧 萬一有甚麼損傷 那你只是看我們 老人家不起來 來吧 本事先生 李叔父沒有教你嗎? 同門教技 留力就不留手 怎麼了? 看我不氣嗎? 那我禮真的了 小孩子 你沒事吧?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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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來過吧 抬著我的肉 抬著我的肉 衣服 看著我的衣服 走 喂喂喂 你那些是榮春? 我打出來的 就是榮春 你那些不是詠春 師父說詠春是手打七分 腳是三分的 專哥下山路 不要賴師父 沒錯,傳統的詠春是以手為主 但不能夠一成不變 變化了的詠春,變得更靈活 有腳法,有縮法 一招多用,招招實用 未知高人專聖大名 我叫做梁碧 佛山人人人都稱我為先生碧 你書公,梁讚就是我的伯爺 原來是師叔? 那我的詠春還算不算正宗? 師叔真是風趣 弟弟,後天你再來這裡找我 後天來這裡? 你不想學習嗎? 當然想 但讀書期間,沒什麼多餘錢加學費 我又說要過收你學費嗎? 對啊 欸 äischen 咦